吃这个东西可以卖得很贵 但你让我觉得值 看那会不会都是真假厨子说 又一家曾经经常餐饮顶留 顺丰 三人二七四八 稍微一一百三十八 我尝一口皮 肉口感挺嫩的 只能说他们俩收购不算差 但是皮不顾酥脆 肥虎排档 它真不如肥虎排档的 肥虎排档的一样 皮酥 肉嫩 你不要诱导我说这种话 这种话说出来就是伤人 你也没少伤人 你这个小网罐子 我不理你 红月乳猪一粒 二三八 先来一块儿蘸糖的 这个声音听见了吧 嘎吱吱一声 我再来一块儿蘸酱了 这个乳猪就是一层皮 然后底下薄薄的有这么 大概有不到一公分的脂肪 吃着皮非常做酥脆 嘎吱嘎吱的口感 非常好 但是有点凉 我建议上家就是 改这碟加个挑辣 或者加个小小的酒精筋都可以 因为确实凉了有一点点泥 乳猪不错 它这个二百多六块吃吗 还算吗 四十块钱一块 刚才两口十八十块钱 好贵好贵 来咱们再看看 六百八的复旦墙里边有什么 花菇 鱼肚 海参 鲍鱼 这个好像是裙边 来个鲍鱼 看清楚了 这个是干货涨发的 鲍鱼有一点小小的腥味 海参小点它也是一个 它也不是片儿 海参的口感还是很不错的 没有卖卖就没有沙汗 一个简单的红烧烤 咸鲜味道 咸鲜烤的比较淡 最大特点就是你喝这个汤 很浓稠 我说的不是勾芡的那个浓稠 是你信嘴以后觉得这个汤很厚重 非常的黏嘴 证明这个汤是个好汤 明白吧 是这个意思 明白 吃这个东西你可以骂得很贵 但你让我觉得值 对吗 避风糖炒大虾 二百六十八 它这虾都是头揪掉以后 竖着劈开的 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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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筋蒜好香 避风糖就是炸虾 高温炸一下 炸好的筋蒜 夸夸一起炸 筋蒜好香 大虾炸的要干香 微微还吃出点辣味来 不错 牛肝菌啤酒 居龙虾仔 这是两只龙虾仔 一斤八两 一路是1076块4毛 来一块 不错 我来尝一块牛肝菌啊 这个菜龙虾仔 炸碎了 高温一磅 出来和这牛肝菌一块 拿啤酒 一味一烧 出来的 我吃着啊 龙虾仔很是鲜嫩 而且很香 这龙虾肉呢 很有弹性 味道很鲜 牛肝菌是个很不错的食材 但是我觉得哥在这个菜里边 他们两个搭着 这牛肝菌啊 有点体现不出来了 不错 非常好吃 这种海鲜其实品质不错 他哥 您总共就点俩 你还好意思说海鲜呢 帝王蟹小龙胞 拌的 98块钱 小龙胞 吃着 这小龙胞味道口感都不错 汁儿醉也有 就一点 我没吃出帝王蟹的味儿 我扒开了才看那一点点的鲜肉 哎呀一吃这个我开始快点上海了 40块钱4个吧 我真这样吃 上海 那好几个小龙胞 都是很不错的嘛 就总结 我们三个人是2700多块钱 说实话 以我的消费能力 消费水平 到餐家点菜 有点怂 现正性点两个融蟹鸭仔 点两个烧味 尝一尝 说说人家师傅做菜 挺好吃 水平挺高 但是吧 这地方消费 挺本事啊 你们懂啊 这地方消费